音樂 初剛剛開始認識 在品牌裡面 我們稱為開始在建立認識度 So awareness 當有一個人開始跟別人說 我是好情人的時候 他是在做行銷 他是在做marketing 当有一个人一直不停地说 其实他是在做广告 直到你的对象 他在心里跟自己说 我想他是一个好情人 那时候才叫做品牌 品牌就是别人眼中的你 最重要的是这个你 他可以是西施 他也可以是叉叉叉 那西施一定是情人眼中才会出西施 叉叉叉就是仇人相见分外眼红 所以自己说我是好品牌 是没有用的 那有没有比西施更好的品牌 就是我们说情人眼里出西施 那就是很爱你的人 认为你是一个值得爱的品牌 那有没有比值得爱的品牌 更高的品牌呢 有的 接下来我就要跟各位解释 什么叫做比西施更高的品牌 我们谈谈品牌到底有几种 我们用这张图来看 从最左边的不爱到最右边的超爱 那这个是谈到love 就是不爱到超爱 谈品牌的时候不能不谈这张图 这个尺度呢是叫做佩服 从不佩服到超佩服 所以这是两条线做成的四个项线 如果别人也没有不爱你 也没有不佩服你 你根本是nobody 他不认识你 那进场之后呢 所有的新进入市场的人 除非他有很好的布局 不然的话他一定是跑到这里来 这个就是大家不爱也不佩服的地方 叫做无所谓的品牌 你到底在不在 大家都觉得无所谓 那么努力了一段以后 如果开始 大家开始对你的佩服度增高 对你的这个爱你的程度升高 在别人眼中的你 就是大概OK 意思就是说 看起来好像可以 那个时候你会遭遇到什么呢 比价 就是问你说你要卖多少钱 那这个是一个很辛苦的市场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到了这里 变成让人家迷恋的品牌 迷恋是什么意思 就是别人 这个要买你东西的人 或者是你的情人 他的眼中看不到你的缺点 他也很容易移情别恋 意思就是说他只是爱你而已 但是那个爱的因素 只要不见了 他就移情别恋了 接下来这个项线就是好厉害 然后他要比价 但是接受说贵一点OK的 因为比较贵没有关系 因为他很厉害 通常如果是一个产品的时候 他就是在比功能 所以他的功能比较多 到了这个项线是他好厉害又很可爱 所以这个时候是不比价了 而且是排队也要去买 那个就是在第四项线的品牌 第四项线的品牌 如果我们从这里看 就是别人超爱你 也超佩服你 那你经营到那里 你就卖什么价钱都没有关系 以演员来说 这个就是变成 他的经营是走在这一条路上 他的经营是走在这一条路上 韩国多数的明星都是走在这一条路上 因为走在这一条路上 可以快速崛起 所以为什么他们的美容 非常重要就是在这里 他的美容产业很重要的原因 也是因为他需要快速的 让别人迷恋这个地方 那我们来猜猜谁是这里 他的东西上市大家都去排队 就是这个道理 接下来我们看这一条线 意思是我们所有的品牌的经营 一定要过这个中线 也要过这个中线 也就是这个45度 你要往这里去 如果你不往这里去的时候 你就是在红海里面 抢来抢去 你过了右边 你才有办法渐渐地进入蓝海 你到了这个项线 就基本上就在蓝海 所以过这一条线的时候 如果你本来在这一边经营的时候 就已经又让人家佩服 又让人家很爱你的时候 你是在这里的时候 你是一个最稳的状态 你是在这里的时候很容易被取代 你在这里的时候还是需要跟人家比点价钱 所以大概概念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看第一个区域 最好是不要把自己人的经营 或者是企业的经营 或者是你是自己的 你在卖的东西的经营 不要往这里走 如果你是在第二区 你就把你的品牌的实力做得很好 可是你也不要忘记 你必须要往右边靠 往右边靠是什么 让人家更爱你 有的人你只让人家佩服你 可是不爱你的时候 其实人家不敢靠近 不敢靠近 绝对不会排队去买你的东西 如果你是在第三区的时候 你自己要很有警觉 因为你的时间通常很短 因为那个经营是 一下过了就过了 所以往第四个项线去经营 是很重要 那这个是品牌基本的分类 以及我们必须要知道怎么经营